内部人员带着市议员张炳君走进宠物银行新犬舍里面 狗狗们立刻警觉害怕兴奋狂吠 虽然让狗狗住进新的犬舍 但是仔细一看 包括每一间犬舍和公用走廊通道 随处都是狗狗的排泄物 无法及时扫除是因为没有自来水可以冲洗 电力也是临时接通 再往所谓储藏室走 更因为漏水而发生积水的问题 这是位在七毒马林的宠物银行新犬舍 原本传出预定在12月中旬落成启用 不过内部人员向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包括水电等各项缺失问题还很多 张炳君特地前往勘察了解 发现缺失的确不少 因此张炳君呼吁市政府别急着落成启用 要确实改善完成 才能照顾好毛小孩 炳君其实在昨天有接受到很多民众反映 就是我们在新的宠物银行 这边目前是缺水缺电的情况下 而我们的所有流浪动物 目前都已经安置在我们新的宠物银行里面 在缺水缺电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相当的差 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实际的勘察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宠物银行 确实有相当多的缺失 像现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他们的排泄物就充斥在 我们这些流浪动物的四周 还有我们排水的问题没有改善 甚至还有我们储藏室 有发现到漏水 积水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实我们相关的一些措施 都需要去改善 所以这边也是要呼吁市政府 我们应该好好的 把所有的缺失改善完毕 再来去正式的启用 把这些流浪动物安置在这边 提供给他们好的生活环境 不要急于一时 造成这些流浪动物 还要来这边受苦受难 张炳君表示 包括新犬舍的水泥地板 有些已经开始出现均裂的情况 地下室的储藏室积水更严重 都不知道是因为排水措施没有做好 还是哪里漏水 都希望市政府主管单位 可以彻底改善完成 再来举办落成启用典礼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